Hello 大家好 是我MT 這是我來到荷蘭的第一段Vlog 我想應該是最後一段 因為我不想剪我的Vlog 事不宜遲 說說今天會做什麼 今天會做兩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介紹 Concept of the Ringing 第二件事就是會去煮東西吃 這樣 我希望可以用 Concept of the Ringing 荷蘭在煮東西吃 讓大家明白這個Concept 究竟是什麼 首先說一個Concept of the Ringing Concept of the Ringing 就是要令到東西有連繫 令到你好好地安排一些東西 怎樣才可以令到東西有連繫 令到有因果關係 可以一起順暢呢 我們就要找一件適合自己做的事情 這件事就要在Tensions和Security 有一個平衡 代表我們要找一件事 不會太過容易的 要有一點緊張 我可能做不到的 第二件事就是要有Security 我們要安全的 我是可以做到的 我們可能做不到 但是我們可以做到的 拍在一起 這樣就是 Concept of the Ringing 說了這麼多 大家都覺得悶了 對吧 我們馬上看看 MT怎樣不炸廚房 好嗎 看看怎樣用 Concept of the Ringing 去煮食 嗯... 靜靜的跟你說 除了煮食之外 我這段影片還有一件事 要用Concept of Ringing 嗯... 片尾告訴大家吧 拜拜 啊!不是! 煮食了! 不是!不是! 怎樣煮食了! 那有什麼可以令到煮食 有安排呢? 就這樣呢 去街市 超市 買點東西吃的話 之後就放進鍋裡 一定是沒有安排啦 那些東西都不好吃啦 那大家呢 就會很緊張很緊張 完全不安全 那可以怎樣呢? 那我們要安排點東西嘛 那當然要找食譜啦 對吧? 那我們就用Youtube去找食譜啦 那...就看那些 很有名的煮食Youtuber 哎呀!我看到她的影片了 已經 先按進她的頻道裡 之後呢 就要找一個 覺得自己可以煮到的食譜啦 也是對自己有挑戰線的 真的不是自己平常煮的 真的不是公仔麵 好 好 我們回來了 我就已經選了一個 對我來說呢 簡單得力呢 又有挑戰性的食譜啦 因為那些材料很容易找啦 然後呢 因為要用焗爐那樣東西 那我就不太擅長用焗爐啦 那我就可以試一下 看看令到這個有挑戰性的安排 會變成怎樣啦 那希望我真的不要讚了這個廚房 我有用concept of arranging的嘛 事不宜遲 我們 選完食譜下一步要做些什麼? 買材料 什麼病 我 спас了 需要鴛 挑戰 降不ЕН 因為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蘑菇 洋蔥 芝士烟肉 蛋糕了 我觉得也挺漂亮 那片是 那两点你就这样看是不知道的 我就会拍给大家看 之后就试吃 那这段片应该就到这里了 虽然那天连眉都没抹 因为我刚刚起床 好 拜拜 不是 还有片味 我要跟大家说 我还有一个应用了 concept for the ranger 就是把这段片加上英文节目 那你们就不会听不明白 不是 你们就不会看不明白 那对于你们来说 也是一个有点难度去看我这段片 但是也是看到的 那希望大家喜欢这条片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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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